目前专家推测是这个嘛 但这个对于现在的疫情来讲 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专家都讲了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没有必要再去绣花了 再去磕花 但是我们也很遗憾的看到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个1229 陈时中特别点到他 Q到他隐医性 可能会开罚100万 那么这位老兄呢 也是狮子团之一 这个狮子团的成员之一 他呢当时接受疫调的时候 编号1229 他就说呢 他的小孩都在国外啊 什么他隔离啊之类的 后来才发现不是 他的女儿30多岁住在高雄 还好看到新闻之后 想哎呦那不是我爸吗 他是自主去裁剪 结果发现了 确诊 结果现在呢 因为这样一群人 被防疫专车载走 我们就看到 他的这个足迹也非常广 14个县市 红色的大家有没有看到 导播给大家看一下 这14个县市都有他的足迹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台湾很小啦 然后人与人的关系又蛮密切的 尤其是西半部人口稠密区 说实在的话 跟那个抓巴掌一样 一抓这样一大串 大家都会牵连在一起 所以要特别请大家 还是务必待在家里面 这会比较安全 好还传出了这个彰化 这个案例 两地本土 闭关50个夜市 本来我就想 骂一下 明天才公布 你今天就已经确诊 为什么要明天才公布 我就不太懂 所以我在猜 指挥中心第一个 还是要坚持每天下午两点 你知道吗 上午的时候 我们的手机简讯 就已经开始在封传 今天彰化几粒 哪里几粒 全部在封传 如果你指挥中心 不希望制造大家恐慌的话 你可不可以早上开 或一天两次 一天三次 他为了怕股市 我就是要这样讲 你担心股市 请问一下你是卫福部长 你会管太多了 对不对 你现在重点是你要防疫 股市交给别人去管 你不用管这个 在我的看法 他应该一天两次三次 你有新的讯息就应该告诉大家 全民一起来帮忙 你不是叫大家什么 不要制造谣言 不要制造恐慌吗 那你就讯息清楚透明 一直要等到下午两点 我们手机讯息传翻了 每个人都在问 说这真的还假的 那你出来讲 你也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太懂 第一个 明天才公布 这个部分就是总统府 是不是有染疫危机 大家很关心 我们的元首 算不算是另外一个国安危机 总统府也发表了 这个新闻稿 总统府的员工 两家人跟狮子哥参序 结果狮子哥发病了 总统府的员工跟家人参序 所以在狮子哥确诊的情况之下 这个员工他就要进行拘检等等 但是这个案例 一直要到明天才公布 时会 喜安暖暗暗明天才公布 所以现在是不是等于 还有三个案例今天没有公布 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三种的松山院区 然后另外两个是彰化 彰化人家西湖镇都已经发出公文了 你还要明天才公布 是量成及时是不是 还是说怕说一天之内感染源不明的 案例数超过10件 你就要升三级了 我觉得卫福部真的蛮言耳道领的 如果你觉得升三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要停班停课重挫台湾股市经济的话 你当时就不要骗大家去定这个标准嘛 定了标准以后 你又迟迟的说哎呀我绝对没有超过这个标准 这就像我以前去大陆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说哎呀大陆只要超过40度就可以停课了 但是那个温度计永远不会到40度 即便你现在知道明明是43度了 现在台湾就是这样子啊 你定了这个标准然后连公布病例都可以分期付款的 怕一次付清付不起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蛮生气的 其实这几天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我已经整个月了 因为我是台北市议员 然后这一波的重灾区就在我们台北 上个礼拜5月8号 连这个华航机师夫妇的这个足迹 他都要给我分期付款来宣布 同一天哦 你如果说好几天我慢慢调查慢慢公布 已经让人家错失这个防疫的机会了 你是同一天5月4号 上午富邦下午全联 然后你还要中间隔三天才要公布这两个行程 你们这些都在做什么吃的啊 我说真的 你同一天的行程你也要分期 然后同一天确诊出来的病例你也要分期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防疫 为什么民众会很生气 其实如果卫福部很认真很透明很尽责 大家会忍耐忍耐配合你卫福部 可是你不是嘛 你东片西片东蛮西蛮 而且出事的都是你国家队 从布陶到华航 通通是你国家队 然后出了事以后 现在赖在我们身上 说什么哎呀 柴艺馆是这一起防疫的破口 柴艺馆的上面是谁 是诺富特嘛 你自己验出来是一样的嘛 诺富特上面是谁 是华航机师嘛 是你国家队 活航机师上面是谁 是范云嘛 对不对 你们执政党的立委嘛 然后再上去是谁 谁这么没专业 听范云的协调会以后 就跟着放宽机师的检验 是你陈时中嘛 所以讲来讲去就是你们卫福部 就是你们国家队 然后现在你搞得全民皆兵 通通要承受这个疫情的风险 你行政院长好意思骂我们说 你们都没有收心哦 都是你们玩太疯了 拜托去年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 是谁叫我们一直玩 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就是你陈时中啊 你陈时中从南到北 每一个县市去玩 然后就告诉我们说 哎来大家来玩哦 我们要做旧观光哦 你叫我们一直玩一直玩 然后现在玩出问题了 还是你们国家队先 给我们玩出问题了 然后你现在所有的足迹 还这样隐隐藏藏的 说真的 当进到社区感染以后 这个人住哪里 这就很重要了 因为他就叫社区感染嘛 你还给我们说他去哪里玩而已 这不重要好不好 如果他只是玩一个小时 他都会出事 那他住在这个社区 不是更会出事吗 但到现在都不告诉我们 他们甚至连县市都不告诉我们 你告诉我们出去玩干什么呢 还有选择性的啊 比方说这个 你看狮子哥公布的很详细 像这名基隆的富人一二一七 他的足迹很广 他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都投有他 那为什么他的足迹 我们看到每次都轻轻带过 每次两天 我很想知道他 你的宣传范围要告诉我们 不是只告诉我 他们去哪里玩 其实这个有点重点 就是以前我们在公布疫调的时候 都不愿意公布说到哪里去哪里 或者说很慢才公布 那时候是因为你可以控制 像这次是因为已经 到处遍地开花了 其实要早一点公布 而且明确的公布 让民众他们自己会有自主的反应 其实这一次有很多 就是民众自己觉得 好像走到那边 自己去筛 应该就应该去筛检 我应该把这个筛检站 像把它赶快设立 台北 新北 还有这个桃园或者是宜兰 设筛检站 社区筛检站就设起来 那民众自己觉得 你好像有一些不舒服 或走到那边 我们现在宁愿多筛 也不要说再剥洋葱事 今天讲一点点 明天讲一点 我譬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像我们在医生有很多群组 都是医师群组 那我的朋友就问我说 你们医师群组 到底有没有讲说 哪几个医院现在已经沦陷 哪几个医院有什么病人 他们其实都已经听到了 对 然后就一直等 说昨天哪个医院又有两个 昨天早上有两个 晚上又有两个 是不是很恐慌 他就一点来一点来 那我问你 今天早上去看病的病人 是怎么样活该倒霉吗 就是啊 其实早一点讲 大家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病 就不要再进到医院了 所以其实这两天 医院的轮潮就顿时也减少 这也是对的 对不对 你本来有些很多人是到医院去 去逛啊 或看的 他觉得可以再等一下 那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疫情 一定要要快一点迅速 而且确实的 告诉民众 让他有自主管理的 这个能力 重点就是要快嘛 这病毒跑得太快了 不只跑得比这个公文快 也跑得比指挥中心快啊 但是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 今天只有一场就是下午两点 上午呢就放给大家乱 放给大家恐慌 你想想看以前有没有 你随便讲一个这个指挥中心 不是就要告你啊 要怎样吗 现在呢放给大家船 放给大家恐慌哦 一直一定要到下午两点 到了下午两点还出来这样 说实在我今天看了真的有点火大 真的 因为其实坦白讲我觉得 指挥中心到现在 他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粉饰太平 美化数字 这程式中练习不够了 完全在做的相关的 这个所有的操作的心态都是如此 但是所有的疫调现在 此时此刻已经不是说 是不是会担心影响股市 是不是担心影响民众的恐慌 而是因为现在民众要在第一线 开始进行防疫了 所以所有的疫调资讯 现在已经不只是公开透明 而且还要详细跟迅速 如果今天你做不到迅速 今天早上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你已经知道了 你早上就应该要立刻公布 然后很详细的公布 让所有可能接触过的 可能在这个地区的民众 都开始警觉 你要求太高了 人家彰化要到明天公布 所以这才是夸张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所有跟彰化有接触的这些人是怎么办 是啊 明天看到新闻 24小时之后 然后所有的这个 如果今天真的彰化这两个例 会造成密集的扩散 那彰化的音乐是不是沦陷了呢 彰化的医院跟彰化的诊所 他没有警觉 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不知道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他周围 可是早一点让他们知道 详细的地点 快速的让他们知道这个讯息 也许所有的诊所 所有的医院的防范 会做得更确实